哥哥们 欢迎 你们有没有一个问题 一直在心里没问过 可以拿出来 今天是一个特别随意聊的 我对队长发一个问题 好 你记不记得你跟你太太 第一次的吻 是你主动的 还是她主动的 是你主动的 昨个态势的时候 有没有其他的习惯 我想我呈选 攻击是问题 你后面的话要小心了 施工后 你要选 其他组的人 我跟汉文最后才选 是不是选不下去 大湾区的两位哥哥 嫁入到我们这里以后 工作量大了 你们有后悔吗 程炫 那时候我跟卓哥 就说我俩在房间里 看到我也在 觉得没办法了 我才选 那云龙 这次来到我们这里 帮你跟Jerry哥拆了 你有什么感受呢 来到刘家 在我们这里以后 你有遗憾吗 你有没有一个时刻 觉得把这个成员 换一换一 另外一个就好了 有过 谁 队长 你觉得我是不是挺气人的 有的时候 我有时候收集头套 头套 皇帝的那种 对 有些刀 剑 觉得好看 OK 拍完这个戏就拿家的 所以 召唤礼物的时候 就送这个刀 我本来那个想收藏的 但是太着急了 没有礼物送 这个送 那咱也可以 谢谢 谢谢 过来 过来你这边的阵型以后 没有 从来没有后悔 因为我们排练的时候 好像一条虫 只是我们在房间 几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排练 所以你们是属于在别的同学们面前 我学习不用我们玩吧 晚安 然后把一个蒙住 然后就疯狂练是吧 一级排 在那个 这个路线是吧 陈小生跟谢天华社 就是这一种 不止我 一级排 我老婆第一次 这肯定是我主动的 OK 我现在在画面了 那个时候 我找了一个稍微黑暗的 没那么人多的地方 我说我真心的心里话 这个时候我没有一个别的目的 但是越走到这个没有人的地方 这个目的就走出来了 就发现 是不是这个机会来了 就有一点在怂的 那我 我 可以 可以 清一下吗 然后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她问你有多少火力值 现在 我当时的确是对小峰哥也好 汉文哥也好 不是很了解 云龙 你说的没错 我是因为你在那个房间 我在选择 我是弹开来说 但是现在这个命运的安排 实在是太漂亮了 也有很多人说我 说说抱大腿 很多时候我也来不了 我太愧疚了 每次来都觉得自己 好像犯了天大的错误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证明一下自己 那看一看我在别的组 靠自己的努力行不行 是抱自己大腿的人 我试着抱一下 被分到不超级的马利奥 哥哥们听完我唱的那个之后 会觉得 哇 好像不行 其实当时我的 是有点难过的 但是后来我很理解各位哥哥们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 单枪匹马去在舞台上 让大家看见我们自己 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阵营 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就是让我们的作品 是能够留到观众心里的 讲得好 气人倒不是 我说实话 我的确是有顾虑这种 曾经想要把你换掉 但现在不是 现在我觉得 你是一个我非常重要的 一个红宝石 不能换 Tong 我也特别开心 我们三个在一起 从开始到现在 越来越顺畅 是的 陈炫 陈炫 你有没有哪一刻 不想当队长 我记得有一次 就马上上场之前 陈炫一直在默默地哭 哭 人开始多了的时候 的确是有点累了 如果我不是队长的话 自私的一面可以更多一些 我就是要成这个 他不在乎 欣赏他自己的时间 我没想到有人能发音 真正的时间 那你的那个 结算是什么时候要给你 听不懂 很开心成为了家人的感觉 对 我们每个人都是 对 我们每个人都是 非常感谢你们 一 二 三 加油 我们的 我们的 如果你们来我的家 我做一个方便面给你们吃 我不要方便面 希望我们可以创作出很难忘的舞台 也希望继续可以留住美好的回忆 我们是 七零正零 哭 哭 哭